影子所画黑色之树,无比诡异,上面长着的一百多个眼睛,此刻散出惊人的鸿芒,将这矿坑映照得如血界,散出的凶意极为明显。 在这凶意里,更蕴含了强烈的狂暴,似乎这影子隐忍了很久,终于在这一刻随着境界的突破,内心所有负面之意压制不住,开始爆发。 不过有些奇异的是,影子这里的狂暴与凶意竟不全部都冲向许青,而是有一半笼罩在了金刚宗老祖那里。 要知道,许青对他的日常镇压持续了很久,原本他应该全部的杀意都在许青这里才对,但显然金刚宗老祖的一些做法,在吸引仇恨上有着惊人之笑。 金刚宗老祖神色肃然,身体外闪电游走,他凝重地望着影子,可心头却乐开了花,按道小影啊小影,干得漂亮,就是要这样,就是要如此明显地露出自己的反骨。 越是如此,自己的地位就稳。 带着这样的想法,金刚宗老祖低吼一声,聂影,你莫非要是主? 说着,金刚宗老祖沙纳到了许青与影子中间,一副忠心护主的样子。 锁定影子的同时,铁键上的雷电符纹也开始闪耀,恐怖的气息散发开来。 许青眼中露出寒芒,他没有去在意影子此刻的胸翼,而是脑海飞速思索对方发出的声音给他熟悉之感的来源。 下一瞬,许青面色忽然一变,他想起了这声音的来历,龙脸巨人。 许青心头一震,而就在这时,他忽然听到外界传来了闷闷的轰鸣声。 这声音低沉,好似中午落在地面,形成了强烈的波动,引起了大海的翻滚,使得他所在的岛屿都在振战。 与此同时,在岛屿的海下,许青的见海蛇颈龙飞速幻化出来,猛地看向远处。 在看去的一瞬,其身躯就掀起剧烈的涟漪。 远处的大海,此刻有浓雾扩散,中午落地之声越发浑厚的同时,铁链声也随之而来。 远远的,能看到海下赫然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巨人,正慢慢向着这里一步步走来。 他身体庞大无比,长满了一条条触须,如同他的毛发一般,此刻每一步落下都让海底震动,掀起狂暴的激流, 卷出一团弥漫了尘埃的浓雾。 随着前行,他身上清晰可见让人触目惊心的黑色铁链。 这铁链一条条捆绑在他的身上,随着前行,铁链的尽头赫然出现了一架青铜龙脸。 这龙脸带着岁月流逝的痕迹,上面很多地方秀迹斑斑,看起来有些残破,倾斜着被拉动,在海底划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。 无论是巨人还是龙脸,都巨大无比,许青与其比较根本就微不足道,任何一个在他的眼中,都如同晴天之山。 尤其是龙脸高大的车身上,还有精致又大气磅礴的雕刻,充满了地气质感,仿佛唯有无比尊贵之灵,才可以此龙脸作为自身轮架。 此刻随着巨人的走来,随着龙脸清晰显露,大海轰鸣,海面巨浪滔天,成了海啸,超越了巨鹰不知多少,仿佛营火与火把的差距所形成的恐怖气息,从这巨人身上散出,瞬息间许青的近海蛇颈龙,就在强烈的涟漪里崩溃四分五裂。 许青的双眼也是刹那刺痛,鲜血流下的同时,他所在的矿坑墙壁也都无法承受。 一道道裂缝飞速形成,轰然坍塌,使得海水倒挂而来。 也使得许青在这一刻不是以蛇颈龙之墓,而是自身亲眼看到了远处的巨人。 对方的气息让他脑海轰鸣。 许青没有丝毫迟疑,体内命火漠然点燃,悬妖太开启,体内如有火山爆发,权力抵抗的同时,如此近的距离也使得他看清了龙脸外层雕刻的壁画图腾。 这图腾壁画上清晰地刻着一个身穿华服带着地观的俊美少年。 他单手撑着一侧头部,坐在这龙脸上,手里拿着一卷竹简,正在审月。 整个壁画精美至极,雕刻得栩栩如生。 甚至连那少年的神态以及美貌都清晰无比,他似乎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记录,嘴角微微扬起,带着一抹笑意。 而他所在的龙脸被一尊身体缠绕五条金龙的巨人拉动,向着天空奔跑。 这巨人神武非凡,虽只是壁画所刻,但依旧使看到知人能感受其强悍的气势。 同时,壁画上的这巨人,在升空时似要转头,去看向身后的少年。 其表情带着忠诚之意,目中更有一抹狂热之感,仿佛对他来说身后的少年就是他的天命,而能为对方拉动轮架,这是他毕生的光荣。 壁画没有结束,接下来的几幅中,许青看到那带着地观的少年,在龙脸穿梭云层到了至高的天际后,走下龙脸,化身成为了太阳。 高挂苍穹,光芒普照大地,而最后一处雕刻,则是描述黄昏时分,太阳重新变成了少年,回到了这辆轮架上,重新坐下,被巨人拉着直奔大海。 这一系列壁画,看得许青心神翻滚,波动强烈的同时,那龙脸巨人的口中,此刻传出了声响,咔咔咔咔,诡异的声音回荡,好似在回忆影子。 而许青的影子,此刻虽在海水里,无法被人看到,可许青的感知中它还是那诡异之树的样子,在胸异与疯狂里,再次传出声响。 咔咔咔咔咔,巨人身体一震,向着许青所在之地迈步走来,越是靠近,就越是在许青心中生起心迹之意。 许青深深地看了一眼远方海底的巨人,自身选择了倒退,同时体内紫色水晶忽然爆发,向着影子直接镇压。 同时取出法船踏了上去,跃出海面。 外界如今正是清晨,阳光明媚,落在许青身上的同时,也将其影子清晰地显露在了夹板上。 影子正在扭曲,似在疯狂地抵抗许青的镇压。 在这扭曲中,她的形态所有改变,在树形的四周蔓延出了一条条触须,居然和海底的龙脸巨人正逐渐地相似起来。 许青眼露杀鸡,体内44个发窍默然运转,向着胸口的紫色水晶猛地涌入。 轰鸣中,紫色水晶被冲击动荡,一道模糊的紫光从许青胸口散出,落在那扭曲的影子上。 不是一次,许青果断地连续镇压了50多次。 影子强烈颤抖,可还在低吼,所有的眼睛都鸿芒强烈,张开的大口似乎还要发出声音, 但许青冷哼一声,索性体内,命火之力融入到了紫色水晶内, 同时右手抬起一挥,顿时一把巨大的黑伞之影出现。 这黑伞一出,天地色变,风云倒卷,被许青笼罩在了影子的上方, 遮盖了阳光的同时,也斩断了它与外界的某种联系。 伞下的影子,外人看不见,但许青可以清晰感知影子被斩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后, 此刻露出了惊慌的情绪,剧烈地挣扎。 愚蠢 许青缓缓开口,随着命火融入紫色水晶, 这水晶被更大程度地激发,爆出了前所未有的镇压之力, 形成了实质一般的紫色光圈,向着影子轰轰而去。 三次,七次,十六次。 这种命火状态下的镇压,威力超出之前太多,影子浑身颤动,于这镇压下渐渐无法挣扎,口中也难以发出声音,最终颤抖起来。 与此同时,在许青的密切观察下,随着黑伞将影子笼罩,随着自己的强悍镇压,终于海下龙脸巨人的脚步停了下来。 仿佛失去了感应,巨人慢慢转过身,拉着龙脸向着大海深处,重新归去。 直至确定巨人远去,心机之意消散后,许青转过头冷冷地看着越发颤抖,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影子。 你的算计失败了。 许青淡淡开口,影子哆嗦,形态也从之前的模样改变,处续消失,重新化作树影。 骑上的所有眼镜还是红芒,但却不敢有凶芒,而是露出讨好的情绪。 此刻出阳升空,海上的日出要比岸上更为壮观,仿佛太阳从大海的寝宫飞出直奔苍穹,火红的光芒映照八方,如同赤色的烈火,要将天地焚烧。 甚至黑色的近海,在这一瞬也都无法蒸灰,仿佛每天的此时,太阳才是唯一的主角。 但如今许青却无心关注,她右手一挥,黑伞消散,影子重新显露。 随着日光的浓郁,映在家板上的影子肉眼可见,很是清晰。 只是与之前比较,被多次镇压后,她颜色没有刚刚突破时那么黑了,眼下更是在许青的冷漠注视中,颤抖更为剧烈。 错,我。 情绪波动刚一散出,许青体内的紫色水晶,镇压之力忽然落下。 十次,三十次,七十次,一百二十次。 许青锁星盘稀坐在一旁,看着远处的天空,没有任何停下的想法,一旁的金刚宗老祖一开始还很兴奋,可看着看着他也忍不住心头一颤。 他看了看在这镇压下不断裂开,凄惨暗淡,形态都要无法完整,甚至气息也都虚弱好似濒临死亡的影子。 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许青,忍不住低声开口。 主子,他,他要死了。 许青看了金刚宗老祖一眼,你同情他? 绝对没有。 金刚宗老祖被许青这一眼看得心底发毛,连忙用力拍着胸口,甚至力道支大兜将闪电拍出一些,在身后噼里啪啦地游走间,他大声开口。 主子,我们一起弄死这吃里爬外的影子。 说着,他身体闪电轰鸣,直奔影子而去,全力协助,生怕动作慢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